国会参议院周六凌晨,在一夜之间确认了30多位总统拜登的大使提名,结束了有共和党人领导的对拜登政府外交提名快速审议的封锁,该封锁长达数月。 前芝加哥市长、前总统奥巴马的前白宫幕僚长拉姆·伊曼·牛二,在周日凌晨被确认为美国驻日本大使。 投票结果是48票赞成,21票反对,有多达31名参议员没有表决。 进步派的民主党人一直反对伊曼·牛二的提名,刘氏,他担任芝加哥市长期间的记录,特别是他对2014年警方射杀17岁的麦克·唐纳事件的处理。 三名民主党国会参议员,伊丽莎白沃伦、艾德·马基和杰夫·默克利都投票反对。 德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鲁兹,几个月来一直拒绝允许快速确认外交提名,以抗议拜登政府的北溪二号管道政策。 然而,另外一些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则表示了担心,大使提名被搁置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和世界影响力。 周六凌晨,国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了一项协议,将在明年1月中旬,对克鲁兹提起的制裁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,以换取共和党人对快速通过外交提名开绿灯。 除了伊曼尼尔以外,国会参议院还确认了其他多个关键大使提名,包括马克·克伯纳担任驻越南大使,拜登的密友马克·克腾斯坦担任驻欧盟大使等。